這個15歲的日籍年輕人朱谷 今年3月在將軍路日出康城跳橋重傷 雖然已經出院了 但就出現肺部受創導致呼吸困難 骨折影響活動能力 以及右眼視力受損這些後遺症 最初有報導說 他是受到學業問題困擾而跳橋的 但他爸爸就說 不排除的兒子是吃了醫生處方 治療流感藥甘肝胺之後 懷疑產生幻覺等的副作用而出事 他又說查過這個藥在美國是金藥 除了治療流感也是精神科藥物 認為是醫生疏忽 已經向醫務委員會投訴 並且打算進一步追究 有藥劑師就說 這個個案在香港較少醫生選用 因為會令病人容易出現不良反應 影響中樞神經 以及出現幻覺等的副作用 加上現時大多數的流感病毒 對這個藥都有抗藥性 變相令到這個藥的成效不大 但醫生用這個藥也不代表是專業失當 ON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